大家好,春天我们要多吃一些莴笋 但是很多人炒莴笋的时候不是焯水就是直接下锅炒 难怪炒出来的莴笋没有饭店的好吃 今天我就把饭店不外传的小技巧分享给大家 让你炒出来的莴笋清脆爽口,不苦不涩 营养也不流失,特别的好吃下饭 准备两根新鲜的莴笋,摘掉叶子不要丢 咱们可以用来下面条吃 再用削皮刀刮去外皮 大家在购买莴笋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小一点的莴笋 这样吃起来的口感嫩,不会空心 去皮之后给它切成5厘米左右的小段 再切成厚片,最后切成粗条 切完之后装入祖传的大碗中 加入188粒食盐 用右手充分的给它抓拌均匀 提前把莴笋给它腌制一下 这样吃起来的口感更脆 而且还可以去除苦涩味 抓匀后放一边腌制10分钟,杀出水分 接下来准备8块钱一斤的五花肉 先用刀切成厚厚的薄片 再改刀切成条 也可以剁成肉末,切完装入碗中备用 接着再切一点小料 一把大蒜给它剁成蒜末 一小块生姜先切成细丝,再给它切成姜末 一把小葱切成葱花 切完放入碗中 喜欢吃辣的朋友可以再准备几个小米椒切成圈 切完和小料放在一起备用 提前再调一个料汁 空碗中放入一勺生抽 一勺蚝油 一勺白盐 一勺松鲜鲜 一勺五香粉 一勺玉米淀粉 再加入少许清水 用勺子搅匀备用 10分钟之后 莴笋已经腌好了 看一下非常的柔软 然后再往里面加入不要钱的清水 把莴笋给它清洗一下 这样吃起来不咸 很多人在炒莴笋的时候 都是直接焯水或者是下锅炒 那样炒出来的莴笋不仅营养流失了 而且苦涩味比较大 口感也不好 吃起来也不脆 莴笋清洗干净之后 控水装入盘中备用 锅中倒入少许的食用油 油热以后放入五花肉 便炒出多余的油脂 再加入切好的小料 炒出食材的香味 放入莴笋 大火翻炒三十秒 然后倒入调好的料汁 翻炒至莴笋入味 朋友们视频都看到最后了 一个红星对你来说 只是举手之劳 对我一个农村出来 教做菜的孩子 就是最大的支持和鼓励 家里还有三个女儿 在上幼儿园 压力有点大 今天这条 你就免费点一个小星星吧 拜托你了 炒好之后 盛出来装入盘中 端上桌 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 用这个方法炒出来的莴笋 不仅营养不流失 而且吃起来清脆爽口 非常的下饭 没有吃过的朋友 强烈推荐试一下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下期再见